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精卫填海的故事 传说,炎帝有一个女儿叫女娃 女娃十分乖巧,皇帝见了她,也都忍不住夸奖她 炎帝视女娃为掌上明珠 炎帝不在家时,女娃便独自玩耍 他非常想让父亲带她出去 到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看一看 可是,因为父亲忙于公事 太阳升起时来到东海 直到太阳落下,日日如此,总是不能带她去 这一天,女娃没告诉父亲 便一个人架着一只小船 向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 不幸的是,海上突然起了狂风大浪 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女娃的小船打翻了 女娃不幸落入海中 终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 永远回不来了 炎帝固然痛念自己的小女儿 但却不能用太阳光来照射她 使她死而复生 也只有独自神伤皆探了 女娃死了,她的惊魂化作了一只小鸟 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 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 所以,人们便叫此鸟为精卫 精卫痛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她要报仇血恨 因此,她一刻不停地从她住的发鸠山上 携了一粒小石子 展翅高飞,一直飞到东海 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想着 悲鸣着,把石子树枝投下去 想把大海填平 大海奔腾着,咆哮着,嘲笑她 小鸟,算了吧 你这工作就干一百万年 也休想把我填平 精卫在高空大覆大海 哪怕是干上一千万年,一万万年 干到宇宙的尽头,世界的末日 我终将把你填平的 为什么这么恨我呢 因为你夺去了我年轻的生命 你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 我要永无休止地干下去 总有一天把你填成平地 精卫飞翔着,鸣叫着,离开大海 又飞回发鸠山去嫌石子和树枝 她闲呀,扔呀,成年累月 往复飞翔,从不停息 后来,一只海燕飞过东海时 无意间看见了精卫 她为她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 但了解了事情的起因之后 海燕为精卫大无畏的精神所打动 就与其结成了夫妻 生出许多小鸟 辞得像精卫,熊得像海燕 小精卫和他们的妈妈一样 也去闲时填海 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做着这种工作 精卫弃而不舍的精神 善良的愿望,宏伟的志向 受到人们的尊敬 近代诗人陶渊明在诗中写道 精卫闲微木将已知田沧海 热烈赞扬精卫小鸟 敢一向大海抗争的悲壮战斗精神 后世人们也常常以精卫填海 比喻知识人人所从事的艰巨卓越的事业